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艾圖 那今天 這個影片主要在講一下 為什麼很多同學花了大量時間 準備Gmail的閱讀 然後後來閱讀考一個非常低的分數 那這到底裡面有什麼問題 我這邊大致上會分成三個影片 第一個是先講一下觀念 這個影片先講一下觀念 就是說大家在觀念上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我後面再來下一個影片會講一個 一個 Gmail閱讀沒有考高分的學生 平常都在做什麼訓練 然後最後一個影片我會講一下 怎樣才是 我上課要求的標準的訓練方式 OK 那我先稍微 很快講一下Gmail的閱讀跟托福閱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像過往很多同學 在以前過往的英文考試裡面 通常閱讀你不需要把文章真的看懂 你可能看個大概 然後學習怎麼猜到答案 你就可以拿到高分 你像我們國高中甚至很要求的 很多補習班老師都在教一些解題方法和技巧 的確Gmail裡面當然也有一些解題方法和技巧 但是這個通常都會用在什麼 用在最後在高分區的時候答案的篩選 不應該用在什麼 不應該用在你的一開始把文章看懂的過程 因為像托福 托福像我當初閱讀也是拿到滿分 那托福其實講實在的 實際考試他不需要 你不需要把文章看懂 很多時候你只是要找定位去 然後猜答案 因為托福的選項只有ABCD都很短 都很簡單 通常你找到定位去猜一下答案 基本上就算你的題目沒有全部選對的話 你還是有可能在閱讀上拿滿分 為什麼呢 我這邊再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托福你的閱讀的分數 是看當天全球考生裡面 你的相對位置來決定你的分數 這我稍微解釋一下 比如說全球考生裡面 你當天考生裡面比如說有5000個考生好了 那可能有3000個是高中生 因為托福很多高中生也會考 對不對 那閱讀假設有20題的話 那假設這些程度比較差的人 他們20題只對了8題好了 然後你可能對了12題 當你這個12題在當天考生裡面 你的百分位是95百分位 就是你對的比其他人還要來得多的時候 你可能閱讀 比如說20題你錯8題 你還是有可能拿到滿分 因為你的 你在全球考生裡面 你的相對百分位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個 這個最後 最後你托福可能閱讀拿滿分 不代表你閱讀很強 可能是 你跟一群 程度比較差的高中生比 或者是 有些要考托福的國家 很多英文也不是很好 講實在就是這個樣子 那像美國人根本不需要考托福 對不對 那你的 你的位置當然是 像贏過一些程度比你差的人 你閱讀 托福閱讀拿滿分 不代表你閱讀是OK的 因為 假設你進到Gmail的環境裡面 Gmail的閱讀的題目 它每一題都有它的難度百分位 這難度的百分位都是有什麼 有已開發國家的大學畢業生 已開發國家大學畢業生 然後來決定這個題目的難度 對不對 大家測完這個題目 可能會知道說 這一題的難度百分位大約 落於什麼地方 所以你的對手已經不是說 要考托福的考生 而是 不需要考托福的考生 包含什麼 包含 以英語為母語的 比如說美國人 印度人 新加坡這一些 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所以你的對手已經是不太一樣 而且Gmail它要求的閱讀是一個非常高的 閱讀品質 它有點像是你未來在跨國企業 比如說你到管理工程公司 McCancy BCG 或者你去Morgan Stanley 那你 你可能在工作上 你的訊息 要求的品質可能是要 百分之百的完整 百分之百的理解 那你需要用到這裡面訊息來工作 來做辯證 所以這個就是 Gmail跟托福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嗎 所以Gmail的閱讀 有些題目 你不能說像托福一樣 找定位去用猜的 因為 假設這一題它是一個低分區的題目 那按照我們 對Gmail考試的 那個計分模式的測試 你只要低分區做錯的話 基本上系統判斷你是智障 基本上你也很難碰到高分區的題目 所以Gmail他是 每一題有他的難度 他不像托福一樣是看你當天考生你的相對位置 而是他每一題都有他每一題的難度 你等於是自己要跟自己比 低分區的題目你得全部做對 你才有辦法往中高分區去邁進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稍微先講解一下 Gmail要求的閱讀品質是什麼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就第二個影片再去示範說 很多台灣同學習慣上是怎麼訓練閱讀的 那為什麼你的Gmail閱讀分數一直上不來 可能會有怎樣的因子 我到時候再來分析 OK OK OK